好 来 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一个翡翠的一个 镇绿色的一个手镯 买入价格是买在16万 几年前 十年 13年前 13年前的买的 好 目前市场上的参考价 是多少请建价 260万 恭喜你 好厉害 我跟你讲 为什么你这会有260万你知道 好重要好重要一件事情 要跟观众朋友说 圈口刚刚好是最标准的 这个是我们所有最流行的圈口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就是扁口手镯啦 可是它的尺寸大小 都是刚刚好 再来 标准的最正的颜色 刚才庆学看到那个呢 就是这边的石花 就是特别给它看的石花 这是天然的石花 如果是B或的话呢 这边的颜色不会是这样 它会是整个很俐落的把它包起来 那不一样 其实我们已经看过好多次了 显微镜里面 它不会这样子飘的感觉 对 不会这样飘的感觉 而且那个颜色 如果是B或的话 颜色不会是这样子的颜色 色调 这个是标准的A或的色调 如果可以观众朋友把它记下来 这个颜色的色调 B或不会是这样子的色调 好漂亮的一个手座 非常漂亮 我跟你讲 我们这集播出以后 我相信隔天搞不好 城中市场一大堆人 要去那边买的 可是这家已经... 已经收掉了 很可惜 那早期的时候 居然这种东西早期 16万买得到 对 十几年前 十几年前16万买得到 你16万的买得到 也已经算是不贵了 因为这个是老板很好 那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说的 因为这几年 这个十年来 大概涨价都是这个为第一优先 对 这种绿色的都在涨这种东西 然后第二个 就是涨另外一个叫冰种 涨这两种 好 来 讲冰种 这边有了 来 给各位看一下 来 冰种 一样同一胎吗 对 这都是老板建议 他建议我们 你有沒有介绍那些朋友啊 什么的 隔壁邻居什么的 上回来的那个也是 他说他们同事 全部都跑去那边买这样子 你有介绍是不是 我是被介绍的 你是被介绍 谁介绍你过去的 好 来 今天他的贵妇团也来了 欢迎你们... 来 你们 大家每一个人都有买到吧 都有买到 你看他们笑成这样子 你看 你看 那个一定 每一个人都不知道 买了几个了 还一听到前面第一个 他们就好高一点 就有信心来了 你要是第一个 如果错的话 他们完了 每一个都这样 糟糕 我... 他们就已经看在烦恼之后 我家里面买的那些东西 我家里买对还是买错 好 来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兵总的 这个买多少这个 10万 刚刚那个是16万 你看 这个16万 这个10万 你比较一下 可是就如果我们那时候 都把它当作是A来买的话 我觉得这一个的卖相比较好 当然 差好远喔 这两个完全不一样 然后这个应该可以跟他杀到 最起码5万 6万左右 这个比较后期买一点 这个早一点买 这个比较后期 对 这一个比较晚了 那时候已经涨价了对不对 晚没有多少 晚大概也一两年而已 一两年 对 这个的厚度它比较薄 对 然后它的绿色 我现在看的话 如果比较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绿色也... 这一趟应该不至于卖假的 来 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绿 这个绿还是比较漂亮 但是它这个是带冰带透的 而且都是建议 他建议我们买 他建议你们买 对 它说这个收藏一定这样 它那边的东西 大概都是这样是不是 就是都是这样子 绿的啊 对啊 所以它是缅甸滑桥 它真的是到缅甸 帶货回来吗 对 还是也是在台湾批的 他的娘家在哪儿 应该也是会做一些中盘吧 我觉得真的是 只要缅甸两个字 大家都说 你们家应该是在挖矿的这样子 好 谢谢 你这边有没有看到 有杂质 不是 我说的是亮光 那个荧光 荧光吗 不是荧光 就是这个地方 来 这个地方 你看 有没有 有... 这个地方 放掉 这边 好 OK 有这个光是什么 发亮啊 发亮 好啊 就是要开心啊 好 是吧 好 来 好的 发亮讲是好的 来 您自己估呢 您自己估 来 李小姐 她估一个价格是估50万嘛 对 这会不会破百万啊 好 来 我们来评估一下 好 这一个翡翠的冰总手镯呢 买入价格呢 是买在10万块 目前市场上的参考价是多少 好 请建价 110万 好东西耶 好厲害 刚那个赚200万 真的赚100万 对 你知道刚才的放... 刚才那个光 就是一般人说的放光 可是那个光其实是很危险的 看起来有的人会把它看错 那我告诉你 那是怎么来的光 很快地看一下 来 而且你这个... 这一个手镯 我刚刚看到有一些内涵物 也顺便交观众朋友 李小姐 你把那个潘先生 赔的钱赚回来 你可以...我们可以一起 我觉得你可能要找他当军事 他们的很会买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发到这光啦 刚才看到的那个光 就是这些东西 季璇 来 说一遍 这是什么 海鸥纹 对 糟糕了 现在这已经变成叫做海鸥纹了 就是我们节目应该固定的 这很容易看 对 很容易看 就是飘嘛 就是飘 但是石纹 石花 就是石纹 这个叫做石花 OK 这个就是石花 有没有 你看到了石纹 这边的石纹 如果你看到的石纹 是这样子的话 这种石纹 那就一定是A货 如果你又看到 基本上就已经9乘9是A货了 你又看到这样 这个画面其实是非常漂亮的 它很像那个 它很像羽毛跟雪花的 讲得好 有点像那种 那种圣诞节的那种感觉 对…很漂亮 反正这一次 你看到这样子的结果 一定是A货 赶快拿到放大镜 看看你的冰种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 就是A货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 来 我再跟观众朋友说一下 还有一个重点是 为什么会破百 理由是 你这个绿色 一般的冰种都是飘青花 有沒有 都不是这种绿色 这个是属于比较 相对是正的颜色 是属于绿色 一般飘的青花 如果那个青花是比较黑的话 在这一块的话 一般戴在手上呢 就尽量躲在里面 躲在这个手的这里面 但是你这个要把它秀出来 那你这个是可以把它摆出来的 所以它会破百万的理由 好厉害喔 好东西 好 来 接下来越买越贵囉 那它的价格的话 如果是同一摊的话 这个真的越来越厉害了 这个不是同摊 不一样啦 终于 来 跑去哪边买了这个 这个在信义路 信义路哪 珠宝店喔 对 小小的 也是小小的 我都跟那个 没有很大的那个 可是你那个沉重市场 那个感觉起来的话 那也是小小的店 对 小小的一个小店面 小店面 这一个呢 这也是小店面 这也是小店面 这一颗是买30万 其实看了你的那个手镯以后 看这个淡面的话 我觉得这个淡面 不是颜色的问题 还有水头的问题 它搭 对不对 不像刚刚前面那两个 比较亮这样子 这感觉起来好像就没有那个 那么的水 但是颜色其实是还不错啦 还不错 这颜色最起码不是暗的绿 这颜色稍微比较淡一点 而且稍微比较显眼一点 来 庆学你帮我拿那个比较亮的 我们教观众朋友看一个东西 如果这样子看 庆学刚刚说 这个看起来比较干 对不对 这个看起来水头比较好 对 相对比较好 我们都把它擦干净 好 庆学你帮我抓到 好 我把它擦干净 然后其实你就是拿一块布这样擦 就像我... 因为我的手套是一样 就是一块布 把它擦干净以后 你把它擦在一块 那你就会发现 我教观众朋友怎么看 你这个光线 我们这是上面那个灯嘛 我们大灯照下来的灯影 你就去看这灯影的这个边缘 跟这个灯影的边缘 边缘越俐落的话呢 就代表它的亮度越好 对 就是这么简单 你没有办法分辨的时候 看它的反射 看它的反射的边缘 白点 这个是白点的边缘 这个边缘 好 这样子 你就这样子看就好了 这就是表面的亮度的判断 好 来 好 而且它这个是不是没有那么透 比较没有那么透 比较没有那么透 好 好 我们直接估价了 可以了 好 买入价格是买30万 您自己估呢 就Double Double啦 现在很有信心 对不对 好 来 好 买对东西真的很开心 好 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个翡翠的一个淡面的戒指呢 买入价格 其实这样看还是很漂亮 买入价格是买在30万 目前市场上的参考价是多少 请建价 30万元 没有 没有赚到 对 因为你这一个呢 透明度没那么好 表面亮度也没那么好 那它唯一的只剩下一件事情 就叫做颜色 它只剩下颜色 如果它颜色又暗的话 那大概就是20万以下 就看照报到什么 你这买多久了 也是十几年前 那应该照到底讲 如果买贵的话 如果那个时候是买贵的 买贵了 买太贵了 这个因为透明度很差 透明度不是那么好 没关系啦 没有赔啦 OK 对不对 前面都赚成这样了 对不对 不过可惜啦 这个东西就是当初没有涨到 但是你刚刚讲要透明度 这个就够透明 来 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也是真绿色的 你看单面 因为它完全感觉就不一样 这个呢 其实从旁边这边看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它是透的 然后它又够高 又够大颗一颗 这个在哪边买的 一样吗 同样吗 一样 那个城中市场 这个是城中市场的 对... 你们是买裸食 还是说买这已经相好的 OK的 已经相好的 其实那老板他后来买到 他会推荐 那城中市场 可以买到60万的东西 对啊 对啊 它是摊位还是店面 还是很华丽的 小小的店面 更加分租的 还是分租的 那里面有装修得很漂亮吗 没有... 就很一般这样子 对... 不简单耶 来 跟观众朋友讲一下 涨价的 前一波涨价的最大 涨价的手镯就是这种东西 但是刚才说了 蛋面就是这种东西 如果是A货的话 就是在长这种东西 那当然有比这个 还浅一点点的颜色 可是那是另外一种 比较浅的 像这样子浅到 比这个深一点 刚好介于这两个是中间的 那是另外一种 那我们先来讲这种 涨价都在长这种 这种应该是最漂亮的颜色吧 他这也只要60万而已 你那要买到多少万呢 只听心人笑不见就人哭啊 没有啦 我觉得今天真的 也是刚好有看到 这样子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你也很厉害 那个60万这样子 可以在市场里面找得到 你要跑去香港 搞不好都还找不到这个颜色 对 他有信心之后 他推荐了我们就会... 所以很感谢他 真的蛮感谢的 这应该也有超过... 长度应该有超过... 我看看 有没有2米啊 看起来是有 20米啦 还是18米 应该超过15了吧 超过15 超过15 大概18 18啦 差不多18 18啦 好 所以长度有 但是你这样子看的话 它是不是没有一个正的椭圆 它底下是不是比较... 你说什么 它的形状 它的形状是不是 你说它上面这个是吗 底部的地方 底部的地方是不是比较凹下去啊 没有 没有... 这样子看正确的 正常的 就是凸面也还好 对 凸面的 够高 好 来 您自己估呢 一样 就Double 60万的120万 你不要跟前面这个手镯 来拼一下嘛 这个200多万喔 那我... 来 我问一下那个贵妇好了啦 贵妇团 来 举个数字 来 举手 2 3 3 3 4 300 500万 250 250喔 250喔 有沒有更高的 差不多啦 250喔 他們也很敢 250 我比较保守 你是估120啦 对... 我还是有兴趣的是这个 来 观众朋友 你会喜欢哪一个 这两个 当然啦 因为它戒指跟手臂不能比嘛 我会喜欢这个 你会喜欢哪一个 我会喜欢这个 颜色好佳 而且它的颜色漂亮 然后透度也有 对 基本上我们看到这个东西 里面应该都会有黑点 它这好像还没看到耶 没有 没有看到 这个真的好漂亮耶 没有 来 天啊 这个 好 来 我们来估价囉 好 我们来评估一下 然后这一个淡面的翡翠戒指呢 当初买入价格呢 是买在60万 目前市场上的参考价是多少 请建价 450万 天啊 好棒喔 60万买到450万的东西耶 你看 开心成这样 这太厉害了 这个 我跟你讲 你这一个 来 你光这样子看 你觉得像不像 就像一颗糖一样 绿色的 绿色的糖一样 这好漂亮 最主要它是1.8公分 然后你没有看到 你没有办法有任何的扣分 你说真的要去挑剔它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白花 没看到黑点 两个都没有 那你真的要去挑剔它的话 你只能挑剔它 这边顶端可能有 一点点的切割面 没那么完整 最顶端可能没有 刚刚好在最中间 这可能是唯一你能挑剔的 别的东西 你大概已经没有办法挑剔它了 其实这个已经算是收藏等级 这种东西 其实很难会流到市面上 我去看那个珠宝展的时候 也了不起就是这样 对 清姐 我的估价 大概都是比较低的 对 对 所以这个东西 可能会再更高 对 你拿到